這段日子其實是辛苦的 因為兩個特殊小朋友其實是難照顧的 因為現在這段疫情時間 兩個都停課 變成在家裡有時學習上都會有些障礙 有時學習上都可以處理得到 哥哥可能還可以處理得到 但是弟弟因為他是智障小朋友 其實很多事情是一些訓練 好像職業治療、言語治療 以及一些枕筒的訓練 在家裡很多時候缺乏那些器材 你做不到,一定要學校才能做到 現在寄一些功課 就去家裡,可以捉著跟他做的 但始終外行沒有上課的時間表 他們覺得不是上課的環境 就很難跟他埋桌工作 也會擔心,入到上課的時候 可能要有一段大段的時間 他們才能夠再投入回到上課的生活 因為他們比較固定 因為我小時候不懂得說話 表達不到的時候,日日困在家裡 他就不懂得發脾氣、哭 可能有時會打自己 他會有時,哥哥上下課 可能在聽一些很重要的課堂的時候 突然大叫出面很興奮 又不可以說他不對 因為你說他未必會明白 有時會在中間,哥哥也會不開心 阻礙我聽不到 因為老師不會重複 每個星期都會主科 會做網上的教學影片 按學生的程度去做給他們 而在訓練方面 我們的醫療治療師 有按照一些他們的程度 比一些教學短片他們一樣 帶上網 因為他們是很過別的 每個學生會有不同的 所以就沒有這些短片 他們就會按照個案的情況 就會帶你們去問候 和他們說一說 他們實質上的家居 有什麼可以先做 在學校的復課方面 我們會非常小心 現在看來在4月20日 能夠香港全面復課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如果長期錄都挺憂慮的 其實小朋友他們的防疫 那個意識不是那麼強 會擔心另一輪大爆發 但你不復課 不是追不追學術上面 而是長時間這樣的時候 他們的心靈都不健康